他们是双胞胎 他们都是孖生兄弟 双胞胎似乎越来越普遍 究竟生双胞胎是否这么容易呢 英国牛津大学的专家近期发表报告 话团队在2010年到2015年间 在165个国家涵盖全球99人口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每年大约有160万个双胞胎 相当于每42个婴孩就有一个是双胞胎婴儿 比起80年代双胞胎的出生率 足足上升了超过3成3 在比较富裕的地区 好像北美和亚洲 双胞胎的出生率都有几成增幅 研究又发现 调查期间出生的双胞胎婴儿 绝大多数都是二卵双胞胎 即是不同的卵子同时受精 而不是单一受精卵的同卵双胞胎 主要原因是更加广泛使用人工受孕 和其他辅助生育的技术 不过团队估计 双胞胎出生率上升这个趋势 不会持续 原因也是与技术发展有关 团队说一胎只生一个婴儿 无论对婴儿还是妈妈都更加安全 因为双胞胎出生的时候较容易出现病发症 甚至增加婴儿和孩童时期的死亡率 对于妈妈来说 亦都增加早产和胎死腹中的机会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